傅里香经历了两届稻草艺术节的经验洗礼 今年是全新的挑战 使用稻杆、竹边以及漂流木等自然的素材 挑战制作出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家族 傅里香各社区也动员起来 这几天进行最后的赶工 准备迎接寒假以及春节的假期 傅里香历经两届稻草艺术节的经验洗礼 今年全新挑战是使用稻杆、竹边以及漂流木等自然素材 挑战制作出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家族 傅里香各社区动起来 这几天进行最后赶工 准备迎接寒假以及春节的游客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游客过年有九天的假期 然后可是眼前就是我们的三天的元旦的假期 可以先来看我们的恐龙 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区的所有的作品 都会玩空 然后也欢迎大家过年的年假 欢迎到我们花岭的副里来玩 另外总干事也说大家所关心的 Jumi猩猩何时才会修复完成 总干事挂保证 过年前绝对让大家看到完整又全新的Jumi猩猩 受欢迎的第二季的Jumi的这一支Jumi猩猪猩猩 它有一些亏损了 但是我们的艺术家 他的爸爸下个星期就来了 所以他会在农历过年前的时候把它修复完成 二期到座 在这个月陆续收割 副里乡农会今年把侏罗纪公园搬到田里 由各社区团体用稻草竹子打造的各种恐龙 纷纷进驻副里乡罗山村 农会也迈出关子 就是希望在年龄的春节期间 让大家来到副里金湖连连 记者高雙雙副里乡采访报道